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食农教育观念 在台大的校园里 可以看到有一群学生 提着一个大大的蓝箱子 静静在一旁等候 他们是小农饭盒的执行团队 小农饭盒创立于2015年 有一群关心食安问题的台大学生发起 出发点是希望让身旁的朋友 在学校也可以吃到健康 营养均衡的食物 一开始是购买盛程的友善食材便当 而现在则是直接与小农接洽 每周利用不同的当季食材 再经由台大后门的香料厨房餐厅烹饪 就完成了健康有机的小农饭盒 每周三固定在台大校园里贩卖 这是能够改善消费者的认知 就是他们对于农业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错误的认知 然后我们希望他们能更认识它 然后就希望他们能够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来付给那些有机的 或是友善耕作的农产品这样 我们也希望能够达到 改善校园饮食环节的功效 小农饭盒希望借由卖便当 8号的饮食观念带进校园 因此每周的食材都是精心挑选 并且提供消费者透明的食材来源 让消费者不只是透过有机认证 而是能够直接与生产端产生信任 随着越来越多人了解及认同小农饭盒的理念 他们也希望未来能将这样的模式 扩大到台大校园之外 将小农饭盒成为一个冥界 让更多人能一起为这块土地努力 曾经获得世界围棋冠军 被称为是红面棋王的周俊勋 日前与一群学习围棋的小朋友 与家长举办见面会 分享一路走来学习围棋 以及参加比赛的感想 他的故事也激励了很多小朋友 继续在围棋的学习路上精进其意 2007年韩国LGB棋王争霸战 台湾首位围棋世界冠军诞生 他就是红面棋王周俊勋 小时候 因为脸上的胎记不敢上学 待在家里学围棋 8岁开始被棋谱 9岁赴中国拜师 29岁夺得世界冠军 今天他举办了粉丝见面会 我们可以看到活动现场几乎是父母 带着学习的孩子前来 而见到自己偶像的孩子们都非常开心 等一下 什么 当然他是一个残名的骑士 对我们来说他有很多过程中的心酸 虽然他今天是以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跟 毕竟都是一家里的小朋友 然后跟他跟我们解释他的 一日子走过来的历程 就要成为顶尖的先手 一定要经过一番努力 今天其实很开心 因为也是我第一次办这样的活动 也许未来台湾的职业围棋 其他的骑士 或者是用联合职业棋政模式 可以多办类似这样的活动 让台湾的职业围棋圈 跟底下的小朋友 或跟业余期间多一些交流跟互动 周军勋夺冠后留在台湾 继续培育更多下一代的围棋好手 而他千功有礼的性格 值得大家学习 这种东西 别忘了 这是我终于 让你们在巷派 结束 给我们知道